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是 單元二拍賣 抵廢的利益有多少 281 各位 各位可能在台北 比較了解所謂的都更 因為我對都更也有一些研究 基本上一個都更一個案例 差不多獲利 一億 一億開始 換句話說這個黎明重劃區 三百個 四年王家文明院的都更的利益 而且 各位注意到 重劃會根本不甩理地方政府 因為我們現有的制度 怎麼樣 政府完全無法規管 整個的重劃計劃的審議 完全的 沒有實質審議 我想等一下我們 既正在這邊 可以就這些相關問題 表達一下內政部 到底怎麼回應我們這些 中南部的這些民怨 而且我希望各位台北的 記者先生小姐 請拿 請看你們手上的這一份 新聞資料 黎明幼兒園長什麼樣子 就是長這個樣子 你看多麼好的一個地方 多麼美麗的樹木 我要告訴各位 整個 單元二 黎明幼兒園 除了黎明幼兒園 還能夠保有這種環境之外 其餘的一百八十六公頃 原本都跟黎明幼兒園一樣 這麼美麗 這麼多綠色的植物 這麼環境這麼好的地方 已經完全被推土機 移為平地 所以我希望 我們的政府 包括中央政府 蔡英文總統 請你到黎明幼兒園 好好看一看 看我們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的重劃制度 到底是怎麼樣一個怪獸 可以把這麼好的環境 這麼有歷史的幼兒園 可能在過年之後 就要被移為平地 所以其實我們中南部 我們的鄉親 我們的各界 已經非常憤怒 這已經到了底線了 所以我們在下午 會有另外一場行動 會去總統府 這個問題要不是 要是沒有中央政府 特別是總統出面 我認為我們的行政部門 也沒有那個魄力 因為呢 重劃會後面是 什麼樣的利益 各位曉得嗎 單元的這個黎明 重劃會 後面那個集團 叫做長藝集團 長藝集團的主導者是誰 楊天生、楊文欣 各位有告訴你們 誰真正統治台中 台中這個金權城市 為什麼三十年不變 完全不是這些 只是法律的問題 背後這個官商勾結 上下交相賊 掠奪老百姓的財產 掠奪居住的人權 這就是我們的中華民國政府 你就看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 對我們台中的老百姓 幹了什麼好事 好 我現在要去請我們的 裡面有演員長林青年 來跟我們做說明 各位美麗地者 大家好 其實我坐在這裡 就是感動再感動 謝謝才謝謝 有這麼多的人 來幫助這種學校的小朋友 才有六個月的晚餐 才有六個月的晚餐 但是我沒有收到 二月十七號 從外匯 對台中市政府地震局長 首月的卸調 全部的否認 然後二月七號 我們又接到法院的通知 馬上要到行政執行處去協調 那麼這個協調 最後的破局 可能就面臨強拆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 只有 心裡的 感恩 以及感謝 那麼 台中市政府 毫無周圍 從外匯 連台中市政府都不把他看著眼裡 那麼這個不幸事件 就即將要發生 但幼兒園 我們本身 沒有什麼要求 所有的土地 我們都願意 把他做為財產法人 也等於說 未來還是捐贈給政府 我們要的 只是幼兒教育 我們愛的 這是這些小朋友的安全 我們實在 沒有能力 來保護這些小孩子 希望 台北的美女朋友 能夠伸出援手 來幫助我們 當然 我在這裡 也謝謝 全國民眾 全國的媒體朋友 還有中大人 都公民 公民團體 這麼用心的 來為國家 為社會重視 我在這裡 再度感謝各位 謝謝 各位媒體朋友 我認為我坐在這邊 實際是一件 非常光榮的事情 因為 我身邊做的是一個 非常了不起的教育家 真的是令我非常的感佩 啊 我在學校 每一學期的課 我都會帶學生做戶外教學 然後我們的林院長 四十年來 他的幼兒教育裡面 就是非常強調戶外教學 帶小朋友到戶外 各個地方走一走 林院長拍了很多的照片 紀錄片 紀錄了 四十年來 台中 如果從一個 那麼美麗的城市 那麼漂亮的地方 變成今天的這些 斷圓殘壁的荒地 難道這就是我們未來 台中的命運嗎 好嗎 好嗎 好嗎